如繪本般具象化的雕塑作品 柔和的造型与色彩 散发出疗愈的氛围 日本知名雕刻家辉元艾 擅长以雕刻描绘人物表情 各展流星的频率 传达心中的祈愿 希望在疫情中身处黑暗中的人们 能够被夜空中闪耀的星星所治愈 我身边的这件作品叫做KIMI NO SPECTURE 它的作品跟展览的策展理念 是一致的 也就是你的频率 那流星的频率跟你的频率 它是希望借由这个水晶的那种讯息传递 能够引导观者进入它作品的核心价值 那在身体的部分 它以这种流星语的方式 去呈现它的服装的装饰性 那透过这种重复堆叠的色彩 描绘出渐层的这种色泽 回为十年再度来台展出 灰原爱的作品除了在人物造型上结合一材质 在雕刻的技法与上色技巧都突破以往 作品的表现度也更加成熟 那在这十年来的演进上 它作品有非常大的一个突破 那在雕刻的技法上 沿袭了它过往非常擅长的绘本式的这种雕刻的绘画性 去持续它的创作精进 那现今它的作品在刀法上已经有非常纯熟的表现 能够看得到修光的那种细腻的平整面 那它作品上的上色的部分也有非常大的进展 那在我们视觉上呈现就会比较多丰富的那种观看体验 策展人胡敏瑶是灰原爱在东京艺术大学的后辈 深刻体会辉原爱对创作的执着精神 与对作品的坚持 他在日本创作的期间 他其实是就是从早到晚都在进行雕刻的创作 而且日复日日没有一天是在休息的 所以他对于创作那种执着的精神 是我非常感佩的 那他的创作量也非常的庞大 他一年至少会创作25件作品 不同尺寸加起来的话 那再以木雕创作者来说 这个创作量是非常的庞大的 而且他的成熟度已经可以掌握到 不同尺寸以及不同造型的作品 他都可以维持非常好的质量 《会员爱流星的频率各展》 在涅普敦画廊展出到9月12号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感受作品疗愈人心的力量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